近日,美国物理学会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奇坤获得2024年度的巴克利奖。 该奖项被公认为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自1953年受奖以来,首次办发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薛奇坤和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共同凭借对具有拓普能带结构的材料的集体片子性质的开创性理论和实验研究获奖。 10月25日,他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自己的获奖成果。 薛奇坤团队于2012年底成功地在实验上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为世界首次。 这一中国科学家在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重要物理现象,被视为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发现,是近年来世界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实验进展之一。 获奖以后,薛奇坤仍在继续深入自己的研究。 目前他希望继续提高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温度,使市场能够更容易把它用于芯片等电子器件的发展。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台料,这个台料在这个台料中不但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一到两个量级,而且这个台料也可以更容易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很容易地实现这个台料,从此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台料又形成了国际上一个新的热点方向。 这是我们在脱部卷体,这方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进展。 虽然获得国际大奖,但薛奇坤的科研经历并非一帆风顺。 他曾经两次考研失败,三战上岸的故事激励过许多神身学子。 在采访中,他也寄予年轻一辈考研学子,唯有坚定信念,方能克服挫折。 不管是谈到我这个人生历程是顺利也好,或者是逆袭也好, 其实还是我们能做冷板论也好,或者是你可以长期坚持也好,可以经受各种方法的这种考验也好。 我觉得做人的话,不管是做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职业都要有信念。 这个信念可以说是报销祖国的信念,也可以说追求一个人生目标的这种信念。 不论是你碰到多大的困难,碰到多大的挫折,行受到什么样的考验, 你都会因为你这种坚定的信念,你会克服掉它。 所以我就是,比如说在考验的时候,就想当一个研究生, 想成为一个同辈中,寥寥无几的,大家都羡慕的研究主。 实际上这是一种坚定信念的萌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尽管两次考验失败了, 还是坚持下来,还是坚持下来,所以这个信念还是很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